比威仁蒂的狀況並沒有那麼的理想 這一個球 劉基鴻打到了中左外眼方向 全雷達 台灣大賽的第一個打席 紅色大砲開轟啦 掌握到一個獅頭球 這一個球確實打得夠深遠 雖然一開始球速落後 但這個獅頭球確實掌握得蠻不錯 21世紀以來 魏群隊第一次在台灣大賽登場 剛剛也可以感覺到 今天滿場球迷這個王夫生 這對年輕的魏群來說的話 是再好不過的開局方式 游泳確實在今年有些關鍵的攻擊能力 真的展現得蠻不錯 絕大部分的龍米應援聲 跟樂天這個球來看一下 在左外眼方向 是接著還是接外 接內嗎沒有問題 再見全雷達 這場比賽龍隊得分 自從劉基鴻的全雷達開始 最後也結束在了劉基鴻的全雷達 第一次打台灣大賽 劉基鴻真的展現了很好的抗壓性 在一塊球之後 左外野方向 這一發揚春炮 要跟樂天說安安了 劉基鴻 劉基鴻單場的雙翔號 第一場台灣大賽 用最不可思議的方式 為自己留下了一筆喔 而且今天三分都是他打回來的喔 第八全雷達出現在了一局下半 那個時候比賽可能是五點多 打到了延長賽的第十四局下半 劉基鴻一棒 讓比賽最終是定在了三比二 為球隊拿下今年台灣大賽 系列賽的第一場比賽